好 下面呢 例五 例六 例七 这三个题我会一块儿讲 这三个题呢 难度会越来越大 同学们呢 把视频暂停一下 自己先尝试一下 好吧 有没有三个题都做出来了呢 那我觉得你全场学的还真是挺不错的 但是我估计大部分同学可能只能做出其中一两个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例五 如图所示 在三角形ABC里边 AC大约AB AD是一个角平分线 我不用犹豫了 角1等于角2 先标上 好吧 P是AD上一语点A的任意一点 现在呢 要求证 PC-PB 小于AC-AB 那么之前呢 我应该曾经总结过一个问题 就是在几何题里边 关于这种比大小的 或者是求几何最直的 初中阶段只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呢 就是两点间线段最短 往往引申为什么呢 就是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第二个又是一个公理 叫做垂线段最短 垂线段最短往往引申为什么呢 斜边 怎么了 大于直角边 对吧 对 另外你也可以用什么大角对大边 大边对大角等等 这些呢 都是我们在初中几何题里边 处理这种大小关系 以及最值问题的方法 就这么两个 大家感觉这一道题用什么的 你有没有发现是一个减一个 小于一个减一个 是啊 我刚刚先提到一个 三小型两边之差 怎么着呢 小于第三边吧 是不是这样说过一下 是啊 你们翻个已经有差了 你提到了三小型两边之和 大于第三边 那最好在这是个什么法 就是两边之和了 加法 加法的时候你去考虑两边之和 减法是不是考虑两边之差 是啊 那我必须得把它们减一下 是不是才行啊 对 最好这个东西是个第三边 是吧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那你必须得 ac 是不是得把ab减了 是啊 这又想到了什么呢 截取 截长不短 是吧 是啊 而且这种东西呢 很明显就是要截取了 而我们角平纹线的辅助线里边 是不是就有一个截取啊 对 因此我们在这儿 截取一个ae 怎么着呢 等于ab 是吧 ae一旦等于ab 这两个造型 sas就怎么着了 全等 全等了 所以这个ac减ab就变成谁了呢 等于aec吧 是吧 是啊 ac减ab就是ac减ae了 对吧 对 它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ec啊 是啊 诶 你们反正pb也换地了 嗯 pb也变成什么了呢 pe了吧 哦 pb变成我们的pe了 那这个题是不是就变成pc减pe小于ece 剩完了吧 嗯 pc减pe是不是小于ece的呀 对 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对吧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啊 同学们自己完成一下 正一下三小型全等 然后把这两个边换个地儿 对吧 然后呢 后边写一个两边之差小于第三边 剩完啊 例五比较简单 就不多说了啊 看一下例六 一只如图在三小型abc中 角bac等于90度 ab等于ac 哎 把这两个条件如果联系起来的话 你能想到这个三小型是个什么三小型 嗯 等腰直角三小型吧 是啊 是不是有个ab等于ac啊 对 这个bac等于90度啊 那 有没有发现这个图怎么着呢 不准吗 不准吧 嗯 这个图明显又不准了 这不是等腰直腰三小型 没关系 一直在说 以后你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不要苦恼啊 一定看数据 不要看图 bE平分角abc 脚1-0-2是吧 是啊 C-E垂直于B A 在这有没有发现 脚平分线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垂直于脚平分线的线了吧 是啊 这个跟我们的第几种做辅助线的方式有关系啊 第二种 第二种 你应该把这个玩意果断延长 延长 是吧 嗯 延长延长多少呢 是不是要跟那个脚平分线交一点啊 对 但我觉得辅助线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就这样来处理的 是啊 那在这儿其实有一个等腰造型在这儿吗 b c f 是不是一个等腰造型呢 是啊 它等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三线和一啊 对 既是脚平分线又是高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有个等腰造型 那我们的C-E和我们的ef就怎么着呢 相等 相等了 接着往下啊 求证 C-E等于1分之1BD 哎 你有没有发现C-E 根据我们刚才推理 C-E已经等于2分之1的什么了 C-F 是不是已经等于2分DC-F了 对 那就是要证明C-F和BD怎么着呢 相等 相等 是不是就可以了 嗯 思路太明确了 就要找含有C-F和含有BD的三角形 全等的吧 是 那图上找的没有像的 但是一定要还是这样一个目标啊 要去证明这地方有三角形全等 那么通过这道题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呃 涛哥是怎么干的 一边读条件 一边什么呀 分析吧 是 那很多同学读条件的时候 没有感觉 从头读到尾 前面讲的什么 完全不知道了 对吧 这不叫读题 一边读题要一边思考 通过一个条件得出一个结论 再通过一个条件得出一个结论 或者是把几个条件结合在一起 又得到一个结论 当你得到了这么多的结论以后 一看这个叫求证的 有没有发现思路出来了呢 或者有时候干脆是不是直接就证完了 是吧 那行了 我们去找一下啊 这个地方我再标一个直角符号 好吧 另外我们是不是还知道AB等于AC啊 是啊 当你把这些东西都标上去了 你还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证明什么吗 CF等于BD吧 是啊 你们发现已经有三角形全等了 是啊 三角形ABD全等于三角形看一下ACF吧 是啊 虽然他们俩在这个图中长得不像 是吧 具体的原因是长直角边等于长直角边 对吧 对 都是直角三角形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目前是不是找不到了 嗯 呃 我们目前是不是就这个圈等于圈 以及我们的直角等于直角 没有了吧 没有了 但事实上还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个叫三 我说角1是等于角3的 是啊 知道为什么 八字模型 八字模型吧 这是不是有个蝴蝶翅吧 对吧 对顶角相等 直角等于直角 有没有发现角1就等于角3了 是啊 哎 你这三角形全等 你一定要去找角和边啊 对吧 我一旦找到这个角 我就想个办法 要去证明他们俩相等 找条件 那在这个地方 角1一旦等于角3 结合这个直角 以及这个直角边 那是名叫ASA啊 对 对吧 ASA 这两个造型全等了 那全等以后 我们的主要目的 是不是为了得出BD 等于什么呀 CF 对吧 嗯 又因为CE等于二分之一 CF 所以CE就等于二分之一的什么了呢 BD BD 对吧 嗯 那其实这个C呢 难度也不是很大 因为辅助线很明确 有角平分线 又有这种垂直与角平分线的 这种直线的时候 毫不犹豫 延长 马上出等腰三号行 对吧 对 这个呢 其实跟我们的这个 几何辅助线里边 有一类很像啊 叫做补形法 那什么叫补形法 各位不觉得这个图 有点别扭吗 嗯 是不是像一个什么东西 被啃了一口 是 我们通常要去把它补成一个规则图形 能明白我的意思 嗯 那怎么补呢 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补成一个 等腰后三号行 对吧 对 这跟我们的补形法也有关系啊 呃 在那个全等辅助线密集里边 我们专门讲过这个补形法 在这呢 就不再多说了啊 来 这是我们的例6 下一个例7啊 例7这个呢 还是有难度的 如图op是脚mon的脚平分线 毫不犹豫 是不是有脚1等于脚2 是啊 这种习惯 大家现在可以养成啊 请理利用该图形画一对 以op所在直线为对称轴的全等三号行 这个我相信同学们都画出来吧 嗯 而且你知道这个题应该有几种画法吗 是不是有三大类啊 嗯 第一个什么呢 往两边做垂线 可不可以 可以 是不是它为对称轴的呀 嗯 第二个直接做脚平分线的垂线 是不是以它为对称轴的呀 对 第三个截取一段 截取一段 是不是以它为对称轴的 是啊 好 这个我就不讲啊 同学们自己画一下 那其实它一开始是想让你干什么呢 让你明白我们碰到脚平分线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做辅助线 对吧 对 来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总结过了 在这就不说了啊 请你参考上图构造全等三小型的方法 解答下这个问题 那我们有三种 你看一看到底有哪一个啊 第一问 如图 在三角形ABC中 脚ACB是直角 ACB是一个直角 脚B等于60度 ADCE分别是两个脚平分线 对吧 嗯 那按我的习惯是不是又标一个一二三四了 对吧 是 那相交于.f 请你判断写出它们的数量关系 有没有让你证明呢 嗯 没有吧 那么是这样的 就是每年中考啊 学校考试等等等等 这种考试里边一定会有这种类型的题 它的第一问呢 往往是不需要你证明的 直接写出一个结论 后边呢 可能需要你证明一下 那大家现在目测一下 你觉得这个F1和FD是怎么着的呢 相等 数量关系是不是就是相等的啊 是 好 果断的把答案写上去 不要纠结啊 尤其是考试的时候 你考完了可以回家自己琢磨一下 考试就直接写 那至于这两个东西为什么相等的啊 其实我们把第二问做完了 这个直接就解决了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情况 是不是一个什么三角形啊 直角三角形 第二问怎么说的呢 第二问说 如果这个角SV不是直角 有没有发现是任意三角形了 是啊 那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把任意三角形种出来了 这个直角三角形 是不是也包含在内了 对 所以我们重点的来讲一下第二问啊 其他条件不变 来我们首先找一下 其他条件是不是这儿有个60度啊 对 然后这儿是不是有一个角1等于角2 是 那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角3等于角4 是 对吧 交于F点 那么现在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要去证明 FE等于FD 对吧 对 那可能说 这里边含有FE和FD的造型 没有长得像的呀 对吧 嗯 这事实上 这左右两个这个八字形是不是 蝴蝶翅膀这个是不是肯定是不全等的 对吧 嗯 除非这个角3 角4 角1 角2 全都相等 是不是才有可能了 对吧 对 他事实上也没有说呀 那我们不能这样了 那说明我们是不是要做辅助线呢 是啊 你想到的是怎么来做辅助线呢 嗯 做垂线 做垂线是吧 嗯 往这儿做一个 往那边做一个 再往这边做一个 对 好 那这三个垂线段肯定都是相等的 然后我们的这个FE要想等于FD 是不是感觉跟那边那两个垂线段是有点关系的 对 目前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嗯 那就要去证明很扁的那两个三角形怎么着呢 全等 全等 这个呢 其实是可以证出来的啊 那同学们可以自己先研究一下 我先不讲这个 因为这个有点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呢 我们来截取一下吧 AE 我截取了一个AG 等于AE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 好 那直接说吧 如果我截取了一个AE等于AG 这里边哪两个三角形全等的 AEF 三角形AEF全等于三角形AGF 对吧 嗯 括号不用犹豫了 SAS 只要截取的永远是SAS 对吧 对 全等以后有没有发现这个圈 它实际上等于这个圈了 发现了 那你现在要证什么呢 是不是要证明这个圈等于这个圈 就是证明这是不是还有一个圈 对 那目标很明确 是不是证明右边这两个造型怎么着呢 全等 全等 右边这两个造型很好的地方 是不是有个角三等于角四 对 还有一个公共边吧 是啊 比较讨厌的是什么呢 其他的没有了吧 没了 那一道题做不下去的时候 你能干什么呀 找条件 找条件 对 哪个条件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呢 60度 对 找到了 好 一道题做不下去了 永远是去找条件 这个60度是不是在这儿 还一直没发挥作用呢 是啊 这个60度有什么用呢 其实可以把这个大角的度数算出来了 这个是你在初一的时候学过一种类型的 说在这儿有个三小型不停的做角等分线 有时候还不是一个角平分线 什么三等分 四等分 然后告诉你其中一个角算其他的角的度数等等等等 这种题呢是可以做出来的 我曾经总结过啊 我说这个角 这个角 以及下边这个角 永远构成一个等差数列 永远构成一个等差数列 你不论几等分啊 你分个三四等分的 那么这一串角 全部都组成等差数列 只要知道其中一个 其他的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角 我们是默认的 多少度 180度 那180度 这是个60 等差数列 120 这比120度呢 对 你说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自己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不用这个知识点 就说老师 这个我们学校不让用啊 那么就先推一下呗 上面如果60 说明1234的和多少 120 120 说明24的和多少 60 60 所以这个角多少度 120 对吧 你就证明是不是也很简单的 1234120 2460 这个角120 这个角如果120了 说明这个角多少度呢 60 60度 刚才那两个造型全等了 还记得吗 记得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角多少度呢 60吧 60 对吧 这两个造型全等了 是不是这是60 对 那还有个小问题 这对顶过来 是不是有个60 对 总共120 那边有个60 说明这个角呢 也是60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这几个角全部都是多少度 60度 完事了 对吧 那马上又可以得出 三角形谁全等于谁了 CGF CGF全等于CDF吧 对 CGF全等于三角形 CDF 括号怎么写呢 脚3等于脚4 60 60等于60 还有个公共边 ASA 对吧 嗯 ASA 他们一旦全等 这个圈是不是等于这个圈了 对 所以这俩圈就怎么着了呢 相等 所以关键是在这儿 有两组三角形 全等 第一组是我们截取的 对吧 嗯 第二组是正出来的 那么有一个最难的地方 是不是就在于这个60度这一块 对吧 要倒脚啊 要倒脚 那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 截取 其实我觉得呢 还不算太难 那刚才我们其实提到过 说在这儿 也可以往脚两边做什么呀 铁线 而且我说只跟哪个有关系呢 是不是只跟上边那两个有关系 对吧 是 因为我们要正的那两个边 是不是在上边 嗯 跟下边这两个 是不是 跟下边这个是不是没有关系了 是啊 我想问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马上可以得出FG 怎么着FH呢 等于FH FG 是不是已经等于FH了 是啊 而且我们还做的是垂线 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是个直角 对吧 对 这个地方是不是个直角 哎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把FG FH 还有FEFD 放到三绕形里边 去了 嗯 这两个三绕形 就是我说的那个很扁的三绕形 它们是不是都是直角三绕形的 是啊 而且又很扁 所以它们肯定 是不是有点全等的感觉啊 三绕形FG E 全等于三绕形FHD 对吧 对 对 曲线等于曲线 一个已经搞定了 直角等于直角 两个已经搞定了 对吧 对 是不是又缺一个呢 是啊 缺一个又应该从哪儿考虑 60度 对啊 你每次都是从没有发挥作用的那个地方开始考虑 这个地方60吧 嗯 各位还记得我刚才正出下边这是多少度了吗 120 那一对顶呢 120 上边如果有个120 这有个60 有没有发现它们俩互补啊 嗯 说明左右这两个角怎么着呢 也互补 呃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BEF就在我们的这个FGE这个三绕形里 是 这个BDF有没有发现是我们这个三绕形的一个外角呢 是 哦 那它马上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角 要因为角BDF加上角FDH是不是也等于180 是 FDH等于180度 所以这两个东西可以推出一个结论是 BEF和FDH怎么着呢 相等 角BEF等于角FDH 啊 等于角FDH 可能刚才有点挡住了 从你们自己看 哦 我如果正出这两个角相等 从你们再看这儿啊 我们是不是又有一个锐角等于一个锐角了 对吧 对 直角等于直角 还有一个长直角边等于长直角边 AAS 这两个三绕形怎么着呢 全等 AAS 一旦全等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个FE等于什么呀 FD吧 FD 是吧 是 所以FE等于FD 是不是又正完了 对 那说我们往脚两边做锤线确实可以做 只不过这地方这个图呢不太好画 为什么呢 我画出来可能你能明白 但是我很担心同学们把这个FH画到里边去了 因为这个角是不是有点坚信于像锤直的 那你一定要精确做图 我是一个在里边 一个在外边 这样正图他们全等是没有问题 是啊 你两个要都画在里边去麻烦 还真正不出来 那两个角加起来180不是相等的 对吧 那画图一定要准 那是你画图一定要准 但是老师呢 给你的图可能会不准 好吧 这个题我觉得难度还比较大 不知道视频前有同学做出来吗 好 那么这两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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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